王智希第六區 謝宇彥剛啟琴 大家好 晚上好 我是王智希第六區的謝宇彥剛啟琴 在這裡首先要訪問中華人共和國 七十五年成立 還有我覺得中國現在有多好的成就 也許我們在海外華人的驕傲 所以恭喜你們 還有就是祝大家中秋節快樂 謝謝 謝謝 大家好 晚上好 大家都還在用餐 我不多講這麼多了 我是李思雲 代表萬極十七十議員 Ladies and gentlemen, distinguished guests It's my great pleasure to be here Celebrating with all of you The 70-year anniversa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also would like to extend our congratulations And thanks to CTCCO for hosting this wonderful Gala 再次感謝華聯會 安排了這麼好的晚宴 讓所有華僑團體聯合 一起起來一起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 成立七十五周年的這麼大的活動 所以非常感受很深的 尤其是剛剛的看到那個影片 看到中國的那個強大 越來越好的那個環境 所以也是非常自豪 希望中國跟江小道的關係 未來越來越好 然後未來前程越來越謹秀 謝謝大家 恭喜 大家晚上好 我的名字叫崔明暉 我是來自立志本山第四區的市員 首先感謝華聯會邀請 組織日子 我們七十五周年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慶晚宴 那麼我們中國的歷史又很久 就從1840年 叫我們在VTChair說的 1840年一個出口 從亞洲人民共和國的百年紀錄 那麼我們華人也知道 經常看到這些故事吧 華人以狗不得住戀 然後呢 我們在不論是國內人 在國外 尤其是我們在座 有很多的老華僑 那麼他們的經歷 都是在我們借鑒的 去年是一百五十六年的 台湾卡 一百十六年的台湾卡 大家也可以合作覆蓋歷史 那歷史呢 主義是一面禁止 要我們回思反思 我們的國家在過去的 這門百六年就可能還走過來 所以呢 今天是 今天是一百七十五周年的青年日 那麼我也想說 這個 今年是二十二十四年 中國的賈臣文明 在中國歷史上呢 事發遇到賈臣文明 都是一個非常吉祥的一個老華僑 一個好道理 然後呢 我們中國歷史呢 國家呢 在歷史上 佔大國歷史的高路條 不是一次 要走多次 現在呢 可能有一些問題 我希望呢 這個中國政府 然後呢 在經濟發展上 在軍事上 在高科技上 然後呢 走自己的路 他往建立一條 屬於中國人自己的一個道路 所以大家發展又來好 大家在中國這兩步 多留心一下 中國的A股 看中國A股長成什麼樣子 大家也多留心一些 我們剛才 剛發射的一個 一千 一萬兩千 公里的 一個導彈的 史詞 所以我們中間呢 我們國家 中國嘛 在各方面 都 按照自己的國情 一步一步的 會 世界和平 會 走幾國的百姓 多鼓勵 作為加拿大的一個 我們三級政府的官員嘛 我們 在我們自己 歷所的 融極範圍之內 因為要促進中家之間的關係 促進經濟往來 然後呢 促進中家友好 這裡面困難也很多 但是我們大家來起手 共進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三位 那接下來呢 讓我們來有請 周杰秘書長 常元常務律師 孫曉明常務律師 王明蒂常務律師 梁美英常務律師 和陳凡常務律師 共同上台來接受 我們的議員客信 有請周杰秘書長 常元 柴元常務律師 孫曉明常務律師 王明蒂常務律師 梁美英常務律師 和陳凡常務律師 共同上台 接受 合心 那在我們的合眼的同時呢 請各位貴賓注意一下 如果您是Tesla的車主 Tesla的車主 您的車牌是GVFZ254 您的車牌號是GVFZ254 Tesla車主 請麻煩您儘快到我們的 後面的Security去 來了解一下 您的車子呢 有一點點情況 需要處理一下 GVFZ254 Tesla車主 好 謝謝楊金欣市議員 謝謝李思鈺市議員 謝謝崔兵暉市議員 好 今天的還有很多的正要的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